哈喽,大家好 就说一下 继续说的夏威夷之旅吧 我们是去的火努卢卢 在那个Wikiki那里逛嘛 我们的酒店也在Wikiki 就很方便 这充分体现了那个 我们老师之前说的一点 就是三点嘛 非常重要的 就是能够 比较好的节约你的生活 一些花费就是 第一点就是 住在离你工作近的地方 第二点呢就是 如果你全家呢就是 只有一辆车会比较好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 不在外面吃 那我们住在近 我们呢就是 而且我们是租了一辆车 所以就很方便 但是还有一点什么呢 我们就只能全在外面吃 所以吃饭的花费其实非常非常贵 就回头 回头的时候就发现 嗯 其实好多花费都花费在吃饭上面 嗯 当然啦这都 不是重点 因为你旅行嘛怎么 做呢 那你就在外面吃 就在外面吃了 嗯 我想说的是 还有一点 我在外面吃的时候 就是旅行的时候 难免会贪吃一点 因为 分门别类的东西很多 我 尤其是上外 那种地方 那日本店啊 各种各样的美食啊 甜点啊 就是 非常非常的多 我实在是没有进出诱惑 所以啊我有多吃一点 真的有 然后呢有多花一点 这个确实是有的 这个我去之前是有预算的嘛 嗯 就是说 嗯 不是说钱不够 只是说预算 说自己 不想花那么多 嗯 可事实上呢 超出预算了 而且是远远的超出预算 嗯 真的吃了很多 可是呢 还是有一点啥呢 算稍微多一点 可是没那么多 嗯 比如说 我走之前呢 我给自己的每顿换 每顿饭是15块 可实际上呢 我每顿饭可能花到19块 嗯 其实是有控制的 没有说到没有控制 想吃就吃 咳 其实你不到外面啊 你不知道自己的程度在哪里 但是呢 你发现到外面了 也没啥用 因为就算你知道你的程度在哪 不是还是在自己修行吗 嗯 在这一点上呢 嗯 其实呢 在吃上面我就知道我的修行是不够的 还有一点什么呢 就是关于 贪心的问题 嗯 嗯 嗯 比如说嘛 嗯 比如说我和朋友 Lucy们一起出去玩 出去玩 出去玩的时候吧 嗯 就容易一说 嗯 怎么说呢 就是贪心啊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买东西啊 嗯 多买一点呢 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啊 就这个东西好想买 那个东西好也想买 嗯 嗯 而不是说 我喜欢这个东西 我高兴 真的没有 你比如说 那些东西 该看过 该见过的 其实也都见过 那 那日餐啊 还有那些甜点 也不是好吃的 没吃过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为了买而买 这是一种 让 会容易让人不幸福的一种想法 所以呢 在这一点上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自己 永远买东西的时候 永远生活的时候呢 不是为了贪心而生活 而是为了 嗯 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为了一个 纯净纯善的目标而去生活 这样呢 就非常的幸福 加油